来来来 我给你安排个事儿干 把这些车全部给我擦干净 主管 这么多车呢 我一个人怎么能擦得晚呀 还没干呢你就跟我抱怨 赶紧干活 可是主管 这么多车 我真的擦不晚 你可不能欺负老师人 一个月给你开七八千 是让你来搞笑的吗 我告诉你 你给我听话点 要不然我操你鱿鱼 干什么呢 你谁爱你啊 你是干什么的 在这欺负一个姑娘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是干嘛的 你别管我是干嘛的 我问你 公司那么多的男员工 你为什么偏让他来干这些活 还有 你对他动手动脚的 是不是想让我报警啊 狗男后子多管闲着 我告诉你 我可是他的主管 主管了不起是吧 好 我问你 是谁找你进来的 谁找我进来的 用你管吗 你还动手是吧 动你怎么了 动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哥可是这儿经理 经理 你哥 人经理是吧 你知道就好 那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他过来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 打就打 喂 哥 公司门口有个傻子跟我叽叽歪歪的 你赶紧过来一下 好快点 谁啊 敢跟我弟指手画叫 鼻鼻画画的 哥 就他 他欺负我 原经理 哎呦 我还以为谁呢 牛气哄哄的 原来是我哥夏树呀 挖了我干啥 你逼我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们王总 看到了吗 我问你看到了吗 什么叫狗障人士 他这样的就叫狗障人士 看见上级过来 就溜须拍马 鱷鱼凤彻 看到下级过来 胡夹虎为欺负人 我问你 他是你的谁 王总 他是我弟弟 你弟是吧 我问你 你把他招进公司 多久了 一个月了 才一个月就变成了主管 我问你 他经过面试了吗 经过公司的考核了吗 没 没有 都是我的问题 一个小学学历的人 才来了一个月 就被你安排成了主管 你们两个 现在给我收拾东西 滚蛋 王总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机会 机会已经给过你们了 是你们自己不珍惜 一个无赖 一个无耻 我们公司 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赶紧给我去财务领公司 中文 王总 你就看在我 跟你这么多年的法上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现在 立刻 马上 滚蛋 不好意思啊 是我 管理上的疏忽 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没事的老板 这条委屈不算什么 以后 你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去我的办公室找我 谁让我的员工不好过 我就让谁过不好 好的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先去忙吧 哎 哎 混淆的光 照在了大地上 把每个黑暗的地方 全部都交掉 赵主 妈妈 怎么了这是 刚才那个小姑娘 把我手机给抢跑了 啊 王总 那我和你一起追 快 快 走 爹 爹 你看这是什么 手机 小凡 你这手机哪里来的 这是我剪的 剪的 剪的 你拿回来干嘛 赶快给人家还回去呀 啊 还回去 这是我剪的 又不是我偷的 我才过呢 小凡 你现在 怎么变成这样了 爸爸曾经教育过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 实惊不昧的人 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能拿 你难道忘了吗 老板 你看 是不是那个小姑娘 可是 你要是有了 这个手机的话 我们就可以 即使给妈妈 打电话了 小凡 这也不行 我们不能拿 别人的东西 哎 小姑娘 赶紧把我们 王总的手机 还给我们 老板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不该 拿你的手机 大姐 没关系的 她也不是故意的 我不怪你们 小凡 快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没事 大姐 这一部手机 对你们来说 就这么重要吗 我妈妈 她出去打工 已经好多年 都没有回来了 我们是跟着爸爸 一起长大的 可是爸爸她 爸爸她去世了 后来我姐姐 也因为一场意外 把腿给摔断了 我想给我姐治病 可是我没有钱 我就只能去外面 捡瓶子 后来 我们想妈妈 我们想给妈妈 打个电话 可是我们连手机也没有 我们就去找 亲戚灵去借 可是他们 他们他们 就不给我们用 小凡 你快不要说了 别人 是指望不上的 你要相信 只要我们肯努力 总有一天 会有属于 我们自己的手机的 嗯 小姑娘 你们的事情 我已经了解了 你们在这 等我一下 行秘书 你在这看好他们 不要让他们走了 好的 王总 哎 老板 我们 不是把手机 已经还给你们了吗 这样说了 也给你们道歉了 你们呀 别担心 我们老板 是个好人 谢谢你 不管事情 大姐 你看 你的身体 已经病成这样了 我这呢 正好有点营养品 你们拿着吧 谢谢老板 谢谢 小凡 快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 不用谢 我相信 像你们这样 又勤奋 又善良的人 以后的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加油 让我多么多么希望 到底什么时候发呀 我们都快生活不下去了 工资 我在这个月初 不是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吗 怎么 你们没有收到吗 没有啊 这都过去半个月了 家里的老人孩子 和当中人回家呢 这不是会装修了吗 我们连回家的漏费 都拿不出来了 那中秋节礼物 你们收到了吗 礼物 没有啊 本来有很多工友 重备回老家的 可是人是那边说 中秋要照朝上班的 我是确实有大半年 没有回家了 所以才请假回家的 可是这工资也没法 我们也回不去了呀 不放假 好 我知道了 梁梦 来我办公室一趟 王总 你找我 刘梦 中秋公司不放假 是你通知的吗 是的 王总 是谁给你的权利 乱发通知的 还有 我给工人们发的工资和礼物 怎么都没有收到 王总 这不是领导们的决定吗 领导决定的 对呀 是行主管说的 他说 怕中秋节请假的人太多 所以就把工钱拖半个月 这样的话 中秋节就没人回去了 行主管 好啊 你让他来趟我办公室 好的 王总 你找我呀 行主管 中秋不放假 拖欠工人工资 是你安排的 是啊 是我安排的 这样呀 他们就能好好工作了 咱们的工期啊 也能提前完成 真是好计策 好方法 好管理啊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王总 不是您说的 一切以工期为主吗 工期为主 可是 我没让你拖欠员工工资 没让你不放假 没让你这样剥削员工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人家辛辛苦苦干了 一两年 就为了每年 回那么一两次家的念头 都被你给断了 王总 你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我把工人的工资 给我发了 还有 在他们中秋节礼物上 每人再发500块钱红包 钱 从你那里扣 啊 啊什么 有问题吗 还是 你想直接滚蛋啊 没 没问题 杨叔 你快去 财务领工资吧 你都大半年没有回家了 另外 我再给你多放假一周 你赶紧回去 陪陪你的家人吧 谢谢王总 谢谢王总 快去吧 爱 永远 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问你多温柔 总想念那么黑 每个清晨 曾阻挡每个梦 每一道门 终于也可能 无限可能 自由发生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